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住在巴勒斯坦这边 在加沙地带 我到以色列去 萨尔隆是一个最不愿意见记者的人 他后面那两届总理我都采访过 他还不爱跟记者聊天 因为他觉得自己讲话经常会犯错 他是个打仗的人 或者是制定大策略的人 他就觉得他一讲话就出错 我干脆不愿意见记者 你为什么觉得他有鼓屑 他是个酒精考验的以色列犹太人 以为共产党员 民族爱国 民族主义战士 而且他是个军人出身 你看他一生的履历很辉煌 参加过以色列的立国 1948年 五次中东大战他都参与了 都有他的份 战神战士的人 苏伊斯运河危机 英国人在后面指使以色列去打埃及 他一马当先 然后1967年 闪电战 六日战争 然后呢 他有一个战争不是太好 就1983年打这个黎巴嫩 他呢就超越了军人的职责 去杀了一些平民百姓 不过呢 这个在战争里头乱七八糟 有时候也分不清楚 谁是平民 谁是那种 士兵 所以这个犯了一点小错误 像毛主席一样 所以这个呢 侠不掩鱼 我觉得他是一条汉子 不是那你是看哪头了 咱们讲立场 你看巴勒斯坦人恨他恨的发疯啊 对 他死了还派堂呢 就特别高兴 在街上派堂 什么的 今天我们国家跟以色列关系很好的 我现在都没闹明白那个事 阿拉法特这事到底有结论了吗 倒是读死的吗 不了了之 现在是俄罗斯坦人说是没 这个事情是跟他们的内政有关系 就是阿拉法特那个遗孀 他一开始呢 阿拉法特死了以后 他就被他们其实就是给赶出来了 他没有地方去生存 他一开始去投靠 那个图尼斯的总统 那个本阿里 后来是那个利比亚 原来那个卡扎菲也给他钱 不是最近这两人不是都 就这个先去了吗 他没有经济来源了 所以又跟巴勒斯坦这个政府去算旧账 就说我丈夫是给毒死了 其实像他们在去施加压力 想从中知道吧 然后呢这个事情到最后 就想要点钱啊什么的了 要点地位要点钱 然后这个事情反正也不了了之 现在 遗孀是吧 那个沙龙这个人 你还写了篇文章 对对对 我有写他的文章 因为你有什么感觉 不是他没去世的时候 就人家就跟我约了 说快写 等他死了 我心里就觉得特别好像怪怪的那个感觉 其实我是觉得他是对于巴以的历史来说 对于整个中东或者是冷战以后的这些 这个历史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几乎就是是以色列国家的就一个缩影 就是靠打出来的 战无不胜 而且我们今天所聊的 包括在网上 大家看到很多关于这个以色列 关于犹太人的这种光环 其实都跟当时能打仗有关系 觉得他总能够去打赢 但是我其实我个人一直在质疑这种光环 他们也是人 也是一个他当时能够赢 也有很多的客观条件 比如说美国的帮助 他这个武器的优越等等 但是他的后半生 这个沙龙从政以后的后半生就很重要了 你从能打仗要转变成能跟你的敌人共存 能够去生存 你怎么样用政治智慧 这一点就变得非常关键 那么他自己是后来是撤离 就是单边撤离 他显示他确实想做一些大事情的时候 不幸就中风了 这时候我就觉得巴以是一场天注定的悲剧 就在这个地方 咱们看看他的这个照片 这个沙龙 怎么看我呢 好 你瞧这手相没有 手指非常短 手掌非常大 是吧 这种 我觉得这种 变看不见 那个生命线看不清楚 生命线非常短 是吧 你看 这个短粗的手指 这真像个武夫的手啊 你再看下边 这个 对 这是 达阳将军 躺在旁边的 也是个战士 一个毒眼将军 一个也是受了受伤啊 这都是打出来的 你再看下边 啊 他家伙头裹着绷带 来看看 他当时是这个以色列 就是想宣传 他这个战神形象 这有点像那个 有个电影叫海报 里边这个那个 那个主演 就是格里高里派克 那点人肯定没打过仗 这真打过仗 真的 当然 你再看下边 啊 他这个是各兵种 都挑了一个人 就是所有兵种的 这个士兵 都在给他抬棺材 哎 你说这个 人类啊 真是 你比如说过去 在部落里边 我觉得是不是血统上 就有这个 你看 就一个原始部落里 他有专门战士 有专门的战士 其实有专门的 做手工艺的 有专门的干什么的 好像你看 我们当中 人类当中 就有那么一些人 就是适合打仗 你比如说 当年苏联的朱可夫 巴顿将军 和这种 这种沙龙 和中国的林彪 什么就天 他人有这么一种禀赋 天生就是打仗的材料 对 而且在中国呢 那很奇怪 二十世纪初期 出的这一类特别多 你看黄埔军校是一批 对 我们共产党这个又一批 你看数来数去上百个 你闭起眼镜 什么蒋百里 李中仁 什么胡连 胡中南 这边什么林彪 彭德怀 什么 那个罗荣 罗荣环 什么那个贺龙 一大批 这个 这两 二三十年 是战神下凡 那不算叫乱世出英雄 就是乱世 乱世出英雄 你看了这个水谷传 第一回没有 没错 我也是想到 太位物走妖魔 对 那块石头一掀起来 哇 都出来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乱世 现在太平盛世 我希望我们国家多出一些 用 像 不 像习总书记啊 李克强 这些治国的文人 文官多一点 习总书记也不喜欢你过分 太马屁 所以你还觉得是人在创造历史 而不是历史造就了人 对对 这个是很奇怪 这是命啊 命 这个我现在真的有点 有点相信这个石韵 所以他刚才讲的 我们俩想到一块 这个是我老觉得水浒传的 这个第一章啊 真是一个石韵的 你不要说他迷信啊 隐喻 有考察过的 中国在明朝的时候啊 就是十四五世纪啊 嗯 跟这个欧洲啊 刚好是黑暗时代 嗯 同期就明朝头 就是说明 朱元璋明成祖 对啊 然后你看在欧洲啊 也是一片黑暗 那个时候是 没有这个新的思想的突破 对 而且是神权的独裁 对啊 你有点心思想抓起来 判处火星 对 这个时候的中外的典籍 记载 你猜是什么 就是天上的流星啊 特别多 啊 天空的晚上 那个异象特别多 这就所谓的欧洲讲黑暗时代 对 黑暗时代 但是后来到了 到了 到了明末 就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 那一看都是一波一波的 文艺复兴 你看达芬奇 米开朗金光 是吧 天台都成群出现 对成群 中国这个诸子百家 对啊 就是那么一股脑 两千多年前 孔子啊 什么庄子啊 跟那个苏格拉底 也是一大批的 大体同时 斯加茉尼啊 对 也是一大批的 所以这个是盛世跟乱世 这上创 早有注定 对 今天你跟他杀龙走了 以后这样的战财啊 在起司里 有没有呢 没有 你没他 你有也没有这个经验 对不对 是神经百战 我还是觉得是客观条件变了 因为现在他所面临的战争 变成了是那种叫什么 像打游击队一样 你对的是哈马斯 对的是黎巴嫩 这种党都用什么 不一样的 那个火药桶 或者是这个人肉炸弹 这个这种战争 你怎么打 他过去的打的那种 基本上是国家对国家 其实正规战 你打一仗 我赢了 我就是赢了 对吧 我占了这块地儿 我就是占了 现在的战争 你怎么打 枪枪三人行 网告之后见 就是沙龙去世 你怎么那么难过呢 我觉得 这边要写文 挺感慨的 感慨成吗 而且您刚刚说到 这个命运 阿拉法特是11月11号死的 沙龙是1月11号死的 好多事情就特别强 寄生于何生亮 真的 他们俩是一辈子 是冤家对头 那个沙龙当年 那个82年打那个黎巴嫩的时候 他从远处看着阿拉法特逃走 就恨得不行 而且他当了这个 这个总理以后 两次包围阿拉法特住的 那个地方 都把他赶到 那个地下室去了 然后 阿拉法特死了以后 两个月 他自己就突然中风 这个沙龙就突然就中风 你说 这简直是 这个就像 蒋介石跟毛泽东 对不对 后来 这个蒋介石逝世以后 这个毛啊 也这个心情挺复杂的 挺复杂 并没有幸灾乐祸 据说也感到很软性 对对对 没两年 那种毛主席也去了 就是说没有这个敌手 最了解你的人 其实是你的敌人 有时候有这种感觉 但是你说你在以色列 待了两年 我们都没去过那个地方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你从哪儿问 以色列 我觉得大家对他 都有一种这个迷思 一个是觉得他特别神秘 好多宗教圣地 就是全球的三大宗教圣地 全在同一个地方 但是那个圣地 其实就是一平方公里 你想想多小一块点 然后那的人 但是大家又觉得 那个地方很神圣 但是你真到那儿去 我觉得他们是一些 挺正常的人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 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有个朋友 他到那儿去以后 先看到满大街 不是有那些穿黑衣服 然后留着长头发 那些那个就是正统犹太教徒 他说你看这个国家 太有希望了 说还有这样子 保留着传统的人 但是可是你知道 这样的人 他是在这个国家 是不工作的 他只是抄经书 拿钱 这样的人占到了 这个国家现在20% 你说这个经济怎么搞 就是我经常会觉得 我们把他的看得 太过神圣了 好多人 他是个发达国家吧 以色列 算是一个小欧洲 他的经济 当然在中东来讲 是最强的 但是他很遗憾 他跟周围的邻居 你想在这个 在沙龙啊 他刚刚他们这个建国 打完仗以后 打完仗以后的 一二十年当中 他跟周边阿拉伯国家 像埃及 像这个约旦 这两个国家 是建立了这个外交关系的 是缓和 但一直后头几十年 到他死 也就是两个国家 你说一个人死的时候 他周围的邻居 都没有人来送葬 你说其实这个人 就是他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国家来说 算成功吗 你说在那个地方 你从新闻上看 我老觉得 如果我住在那 我会想走 就是你有安全感吗 你不定哪天 一个炸弹就来了 恐怖袭击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那种人却很 他们挺 当然也会很担忧 但是他们对这种生活 可是我一定要活在这里 我在那时候 我跟我的犹太人朋友 我们去酒吧什么 我老是特别紧张 我说会不会爆炸 或者去一个咖啡馆 他们说那也得去玩 那我能就不玩了吗 我还得去喝酒 那我还要去玩乐 我有一次是去一个 就一个咖啡馆去等人 我一直看人家 推着那种婴儿车进来 我就老担心 这车里会不会睡炸弹 我就老看老看 到两个礼拜以后 看新闻 就我去的那个地方 就给炸了 我坐那张桌子 我都看见 那个新闻里面 就给翻了 可是他们还是要正常的 要去生活 要去玩乐 就是这样子 人也能没心没肺的活着 对 当年英国爱尔兰共和军 到处放炸弹 伦敦 曼切斯 也是这样 放了个炸弹 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就是说走路五分钟 这个酒吧 我也吃过午饭 所以这个呢 在那个地方吃过 所以这个很难说 就是人呢 在忧患中啊 只要你这个心境 比较扩大一些 就觉得这个 危机啊 是一种心境 就是说你不怕 或者看破 就很安全 那冥冥中自有注定 为什么炸死 是他不是你 这个要信一点的命 我发现 陶老师最近 越来越感觉 命理方面比较精进 是吗 人可能不是太年轻的吧 对不对 要知天命 对不对 孔子说的 耳顺 知天命 那你觉得现在中国石运 是不是到了中国世界 很好啊 今天21世纪是我们中国世界 对不对 都通通往中国跑 石运来了挡不住 挡不住的 虽然有些什么阴霾啊 什么 这个是发展的过程 你说这以色列 原来那就是 从无到有的一个国家啊 对 这是咱们亲眼见到的 就是建成的 新建成一个国家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那个德国纳粹 图游以后 这个西方啊 欧洲啊 美国都觉得 再不能这样下去 所以在联合国呢 给他一个mandate 就是说1948年 让他立国 但怎么立呢 他已经流起了上千年 他没有一个固定土地 所以只有联合国 那个时候刚成立的不久 就画出来一个土地 他是根据圣经上面 他说这个是我的家园嘛 但其实他们如果你按照 他这个极端的人的说法 他就是根据圣经讲 上面讲叫大以色列 他那个范围比今天要大很多 包括周围阿拉伯国家 很多地方 所以这个沙龙 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变 就他最早在这个利库德集团嘛 他们是信奉 一定要按照圣经上说的 来建立这个国家 我的边界就该那么大 但是他后来觉得 虽然我打了一辈子仗 我拿了那么多的土地 但是我现在发现 我要生存 我必须放弃 他会妥协的 他最后是放弃了大以色列梦 就是梦中家园不要了 我其实要一个现实的国家 你知道他们首任总统 本来是谁 那个时候公推爱因斯坦 对对对 是有这么说的 首任以色列总统 所以他到现在 他的这个总统还是一个虚位 他其实是道义总统 所以现在这个佩雷斯他当总统 他是一个什么人呢 就是在国内没有赢过一次选举 他是一个做不成事的人 但是他说话很漂亮 他说的话总是特别有道德 特别有美感 所以大家就让他当了总统 那不是 跟奥巴马差不多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义军你说 这种战地记者 就爱往这个危险的地方跑的 好像也是这么一种人 他们是不是有这个荷尔蒙 就是我觉得你也算一个 是吧 生了孩子之后好点 我们那有 你像咱们那个叫蒋小什么 蒋小峰他们 人生中最大的悲哀 就是生了孩子以后 还想往外跑 更悲哀的是 在你往外跑的时候 心里其实还想回家看孩子 就是心被束缚住了 现代女性 不是我 其实我还想特别想说一下 就大家说这个 就是这个犹太人 大家老现在老觉得 他们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民族 觉得你说在美国很多 像这个好莱坞 这个华尔街 这个金融界 对他们控制 是他们出了很多 很就是很优秀的人 而且我在想 他作为一个 一个流散的民族 他怎么能够保存着 就是几千年来 能够保存他这个根 其实是有一定的 这个道理的 比如说他们有个规定 你如果 就是一个犹太男子 不能单独居住在一个地方 一定要成三个人才能居住 因为你成了三个人 有三个家庭 你的传统才能保持住 我知道你笑什么了 我们的犹太节目 跟那个党支部一样 你必须要有三个人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有一个 这个犹太朋友 然后他有次去听 是阿拉伯人 就是讲他们的一个 一个什么传统的一个论坛 他回来跟我哈哈大笑说 他们说 阿拉伯人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就是教育上 就教孩子 第一件事情是弓箭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反正都是跟打仗 是有关系的 他说我们的 就是三件事 读书读书读书 犹太人最重视是教育 他就说我们家里头再穷 所有的钱要给孩子去读书 所以他就觉得 这个对他们来说 是他强大的 对这个我还觉得 陶老师 你在国外待得多 我觉得世界上 关于犹太人的传说 是两极的 一种是说犹太人最牛 最聪明 最干什么 但是另一种人 犹太人最下贱 最狡猾 最爱财 最怎么着 你在外国 你到底对犹太人有公论吗 我想两种都有 你知道吧 就是人性有时候是正邪同体的 你跟这个沙龙 可能不认识他 如果你跟他是好朋友 可能你借着他一分钱 可能他都要追回来 一眼还眼 一眼还眼 犹太人这个很习惯 因为他这个古老的传统 就太长了 所以犹太人为了要生存 必须斤斤计较 它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他们有点像热水瓶 就是外面是冷的 你刚跟他去接触是冷的 你拔开了里头才 他过很久才对你说 愿意向你很开心 这个基因就是这样 而且打仗打了这么多年 被纳粹这么赶尽杀绝 他这个生存 就是要浑身长脚的 浑身长刺的 浑身长刺的 这个是他们基因 而且你说这个 为了教育 他杀龙也是 他不管是军人 文武双全 他后来进了西布拉大学 去念中东的文化研究 后来这个纳坦亚乎也是 他不管是军人 他是在美国 他在美国普林斯顿 什么他读书的 所以这个就是 犹太人叫孩子 他有一个叫孩子的圣经 对不对 叫塔尔木 塔尔木 他这个圣经就是说 叫小孩子们怎么办 就是说小孩两岁的时候 爸爸抱他 亲爸爸抱着 抱着这小孩 这就是扔着 扔着小孩很开心 一扔着一半 手缩回来 这小孩掉下地上 大哭 蹬着爸爸 为什么你爸爸这样 爸爸就跟他说 你别以为 爸爸都可以险害你的 将来长大了出来 你当心 你这个甜言蜜语的人 你都要防着 所以他是这么教孩子 所以你说这样的人 怎么做朋友 跟他相处不是也很困难 你当今之事也是 你看就有些个名人 他们就说脾气不好 或者一碰就炸 有时候那种反应 让人觉得 是不是有点受迫害 妄想狂 就实际上别人 对你的恶意 没有到达那个程度 但是你的反应 后来他们讲 这些个名人 往往都是从小艰难 就是被人欺负 就是所谓被侮辱 与被损害 你有个社会底层上来的人 他一辈子身上穿着开架 随时准备应战 接下来为您播出 文明启示录